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竞赛财经天地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的Podcast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手机上登录sv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 首页下方点一下Podcast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请记住 登录svcmedia.net 首页下方点一下Podcast Play按钮就成啦 KTSF26台兼娱乐漫谈周乐 助您寻找理财新方向 5月15号星期天 于Synaclara Convention Center 主办2022KTSF财经嘉年华 虎虎声威化投资 嘉宾阵容鼎盛 王龙梅会计师教您省税好策略 美国范语集团Philip胡 讲解高收入高资产的传承规划 Long on time房贷顾问 Andrew B探讨投资与房贷 Remax金牌经纪人Frank Liu 教您为宋绸缪 李小薇御师分析后疫情时代 遗产及遗产税规划指南 GMCC万通贷款 分析高通膨高房价多项强大利率 保险专家Saman Chu Leverage up with more money and less taxes in retirement Tri-County Bank区域经理Anna佐 商业贷款面面观 严靖林博士分析股市流年与节气 5月15号盛大举行免费入场 报名650-968-2000 分析103或上网ktsf.com 专注才能专专业 专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Kendra Kuo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Kendra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Kendra008 at yahoo.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财经的爱好者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Kendra Kendra你好 Kendra你在线上吗 是 大家好 好的 今天是2022年的5月5号礼拜四 现在到了Kendra锅的时间 Kendra最近的市场变动真的很大 那当然大家关心的呢 就是房贷的利率 房地产的情况 还有美国的job market 当然也包括股票的市场 首先看一下股票的市场 在今天下跌的比昨天上涨的还多 节制收盘到纸下跌了 1063点 等于是3.12% 纳斯达克下跌4.99% 标普500下跌3.56% 但是都还没有到熔断的机制会产生的现象 因为今天有的害怕过度的人已经打电话来问我说周乐 今天股市会不会熔断 我说没有 标普500下跌7% 就是熔断15分钟 现在真的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大家实在是稍安勿躁 永远都要保持稳定的心情 但是天爪也刚刚告诉我说 房贷的利息昨天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 这个听起来也是蛮吓人的 好 但是要讲这个房贷之前 我们要看看联储局昨天做了什么样的这个表示 果然如全世界的投资人的预期 联储局在5月4号把短期的利率 联邦的Fed Fund Rate上涨了0.5个基点 这个真的是并没有上涨0.75 所以昨天大家报复性的反弹 股市上涨了接近1000点 今天下跌1063点 那么其实贷款的利息也是昨天上涨 今天也上涨 是这样的吗 天爪 我应该是这样看 市场上在昨天来讲 有一些对联储局的解读 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讲的是在一件市场 股票市场 某个程度上都很类似的 类似的是什么呢 在昨天市场上 刚开始听到联储局的解读的时候 市场的反应是好的 我想大家看到股票打仗 在昨天的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普遍来讲 市场是翻译联储局 昨天的这个讲话 认为它没有增加0.75个比赛 0.75个比赛 这个相对来讲 市场缓和了一口气 就是说不是市场想象中来得这么差 但是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恶化呢 恶化是在于收市之后开始恶化的 也就是说在股票收市之后 我们的房贷市场其实还是在进几种 我们因为杜主席说了不少的这个银行通知我们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就是说在利息早上是更好 到这个下午的这个时候呢 你告诉我们这个利息已经变差了 变差幅度还蛮大的 那这个就代表市场上呢 对于联储局的这个解读呢 是有不同的这个解读了开始 那不同的解读呢 因为市场上就开始关注 联储局背后讲的每一句话 它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呢是说联储局讲好 就是说它会陆陆续 还会再继续加下去 这个大家我没理解错哈 是陆陆续再加 这个但是虽然其实坦白讲 这个也是一起的 市场其实一早也知道 加0.5不是 它就是一个开始 还会再继续加下去 还会继续加下去 继续加下去 这是市场上也知道的 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奇怪哈 就是说为什么有需要这么 看里面不是我们一早已经预期了 那件主机会讲的做嘛 但是这个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市场预期你会这样做 但是你真的讲出很明确讲出来 那是两码事 这个市场的这个理解是什么 它讲得很明确 明确之余呢 它再加上一个就说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这个 经济的这个问题呢 它不会太过担心衰退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联储局 这个又是一个bad news ok bad news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这意味着是加西的步伐会更狠 嗯 所以 会更狠 就是说超过0.5% 不不不 加西的步伐会比大家 加西缩表 加西的这个决心 是非常强烈的 等于加西的这个步伐会又密又急又多 他敢 美国的经济可受不了啊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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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通过联储局这个讲话这种市场 后来就是这样的理解了 就是说他觉得不担心 他讲的意思就是不担心 因为事实上可能会出现衰退的这个问题呢 就加西之后啊 那是代表了 事实上理解是说 联储局加西的这个决心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如果决心 如果如果事实上给你赶紧 让加西有一点动摇或什么 其实肯定是好的嘛 就是我们可能原来可能加 可能事实上上认为可能会加三次结果 联储局是正确 如果动摇的话 可能加两次就结束了 但如果他结局很强的话呢 我们原来议计可能加三次 他可能加四次了 这个就是当他不担心经济衰退 是代表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联储局加西的这个力度 会比我们想象中 或符合我们的想象中这样的要求 或者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强烈一些 那必须在今天市场也反映出来 就是说关于这个加西这个步伐 这个这个力度 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对联储局在事后 我们也不同了这个解读 但这个解读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一些恶化的现象 OK 出现了我们也看到了 今天早上我们联储 在昨天的这个收市的时候 稍微恶化了一点 今天早上是大幅恶化 真的啊 股票也在跌啊 大家觉得这个联储局加西的这个 这个力度可能比我们大家想象中 来的更密 或者来的时间更久 更久的这个时间 并且联储局昨天也宣布 六月份要开始缩表了 可以的话 也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所看到 其实我们应该是看到在 但是呢 在这中间来讲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开盘的这个时候 利息是比较差的 但是在今天收市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银行开始 恶化的 OK So that hip 那这也是处理那部分的银行觉得 可能稍微 panic了一些 就觉得自己稍微反应过度了一些 那他在收视的时候稍微纠正了一下 那也纠正了一段就是可能走 我们要知道事实上是非理智的嘛 我们也知道以前我们有个非常棒的经济学家 若白学家讲我们生活在一个非理智的 不是完全理智的一个社会之中 所以我们的投资者的投资者 就是包括我们一般的投资者一样 或者专业的投资者 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panic的反应 那这panic反应气体是说是什么呢 我们最坏消息呢会容易放大 最好消息呢倾向于零次 这个讲的就是说 这是哪儿若白学经济学讲的 哪儿讲的呢 这个其实很重要 在股票上可以反映出是什么呢 这种的任何这种坏消息 我们很容易过度解读 之后呢会因为调整 调整下年 调整会好一点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明天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明年 但是明天明天 但是这个讲不准 明天可能搞不好有其他的消息 也改变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我所讲的这个意思 对于我们市场上倾向于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坏消息呢会比较 反应会比较强烈一些 我们对好消息呢反应比较理智 那今天来讲呢是我们在解读 坏消息它旷大了 整个市场上都有这种panic 从股票的这个市场慢慢慢慢旷大到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债钱这个市场 所以导致这个利息大涨 利息大涨之一呢又伤害到股票 哦呀尤其是高科技的股票 高科技今天下跌的最多下跌了百分之五 是因为呢这个那个当然我们这个其实有段 也可能大约也是觉得说 为什么高科技会跟利息更敏感于利息政策 这个这个也有些人会这样想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 因为高科技呢相对来讲 它们不要需要的市场上的融资啊 或者是equity的这个投资 它们本身不能依赖 就是说营业 营利来支持它们的公司的这个成长 还有这个也当然非常依赖就是equity的这个finance 那么这equity的finance要么是弄的这种finance 我们讲的equity这个 但是呢传统的这个行业呢 也会受利息这个影响 但是呢波动性不如这个高科技股来的这么大 我这样讲啊 有可能有些人与不同的这个意见啊 或者发表自己一个的这个意见 就是因为equity这个这个 Tenari这个section来讲 相对来讲他们的这个现金流 没有传统的这个行业来的这么多 很多时候呢他们都还是赚钱也不多嘛 所以它必须靠一个很大的equity的市场来进行 equity在某一个程度上也是叫做融资 我们讲融资就有两种提到 一种是equity的这个market 另外一种是通过那个这个代价的这个借钱的这种方式 但是这些都是对利息很敏感的 对 所以就是把这个科技股有影响 非常同意 对 所以我刚刚所讲啊 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利息 涨了这么高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些 我对一些客户啊 还有一些朋友啊 我们就说会闲聊 都会谈你这个 大家都有点担心啊 讨论这个未来这个经济这个发展 那怎么应该是怎么成 未来的看法是怎么 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 其实每个人跟以前都有一点的不一样啊 有时候他们他们在闲聊之中也希望我给一点意见 嗯当然 所以关于这个就是说 这个未来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这个走势嘛 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个人呢 比较倾向于认为就是说 在今天这个市场来讲啊 其实啊 利息这种大等呢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呢 就是这个短期性的这种现象 OK 原因就是在于呢就是说 按照今天这个利息的这个市场的这个 这个成长的这个力度哈 我觉得啊 嗯它是 今天这个市场呢其实基本上是反映出这个 呃 呃 才能够通过成长 好 呀 呃 天爪她喉咙有一点痒 所以她现在可能要喝口水 然后马上才回来 的确是呃 我们等天爪回到麦克风前 我们下面想要问一问天爪的是 如果这种环境利息继续增加的话 那美国的利息的前景房贷的前景怎么样 还有美国经济的前景又怎么样 然后要听听看天爪对于房地产未来的展望是怎么样 天爪你好了吗 天爪还没有回来 我想要知道 哎太好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啊天爪 就是在今天经济数据面 美国劳工部报告 上个礼拜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20万人 预期是18万2 那这个是比预期要多的 那经过调整以后呢 第一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四周移动平均值是18万8 较前一个礼拜的平均值是多了8000人 那在这个礼拜五 明天将要公布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所以这些都是重头戏的经济数据啊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呢这个就是刚才所讲啊 就是说联储金针对这个问题 所讲的这个问题呢 他觉得这个不存在太大的这个担心 他暂时就说 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 对经济来讲呢 他还是会认为呢 经济有 就是还会持细的这种矿胀 就是说他不担心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隐忧啊 那这个反而造成了我们新的事上的隐忧嘛 就是联储金针对这个事上说 大概这个讲法呢 实际就是说 他并不是一个 对我们在今天事上来讲 我们反而会解释这个坏消息 就是因为代表联储金针对这个步伐 可能比我们预期中来的更密 更多更猛 对 这个就造成今天股市的这种下跌 现在的时间是7点15分 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 再把我刚才问天爪的这些问题 我相信一定是听众朋友心中所关心的 也来问问天爪听听他的意见 马上回来 昌星珠宝CH Premier 隆重介绍 欧米加全新叠飞系列 推手女装晚表 融合现代新意及呈现经典设计 创新与美学完美兼备 彰显女性的自我定义 与天生魅力 相钻表圈 迷人风范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 Al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上海一号推出银五月商业午餐 荤素均衡 真材实料 营养美味 包均满意 理财专家赵世文 妥想安排杠杆原理 是您退休生活的最佳保障 GMCC万通贷款 兼信西分行经理April Wang 分享自住房 投资房 大额贷款的各种方案 5月7号8号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KTSF26台兼娱乐漫谈周乐 祝您寻找理财新方向 5月15号星期天 于Sanaclara Convention Center 主办2022 KTSF财经嘉年华 虎虎生威化投资 嘉宾阵容鼎盛 王欧梅会计师教您省税好策略 美国范语集团Philip湖 讲解高收入高资产的传承规划 Long on time 房贷顾问 Andrew B. 探讨投资与房贷 REMAX金牌经纪人Frank Liu 教您为宋绸缪 李小薇律师分析后疫情时代 遗产及遗产税规划指南 GMCC万通贷款 分析高通膨高房价多项强大利率 保险专家Seven True Leverage up with more money and less taxes in retirement Tri County Bank 区域经理Anna佐 商业贷款面面观 严介林博士分析股市流年与节气 5月15号盛大举行免费入场 报名650-968-2000 分机103 或上网KTSF.com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的Podcast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手机上登陆sb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请记住登陆sbcmedia.net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 Play按钮 就成了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 Go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房务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Kendra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Kendra008 at Yahoo.com Kendra朋友欢迎回来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Top 1 Investment的负责人Kendra Go 大方向的请Kendra来看一下 利息上涨股市波动 那美国的利息的前景 经济的前景 还有再加上最新的报导 就是在西谷湾区搬出去的人多 搬进来的人当然就成了negative 这种情况之下 房地产的前景又是怎么样呢 OK 那首先一个 这个利息的这种大幅度上升呢 我相信呢就是说 对于 其实不是我相信 就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 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purchase or transaction 比以前 就最近这样多了很多 相对于这样 那这当然就是 我们可以很难解释 在好的时候我们解释是什么 就是买家更多嘛 再有更多的成交嘛 再有更多的争议嘛 但是从坏的消息来看 就是说代表买家 比以前以前都买不到房子 像A下球买到了 那这个代表很可能 这个market可能有 就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啊 可能就是说 market肯定有slow down的这种现象 就是realsay方面 那实际上呢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我还是倾向于认为 我一直在想就是 这个关于这个房地产 这个走势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所看到呢 就是 比如说 贝尔也或者是整个加州来讲 我们都看到 人口移出去的人多 移进来的人口的negative 在发展 嗯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怎么讲 这个新屋还是有在供应吧 虽然量比较少 但是这个比较新的房子 在增加 整理来看 那个房屋的总量 都是在持续在增加中的 每一年都在持续在增加中 但是呢 人口如果在减少的话呢 通常我们按照 经济学的这个道理来讲 那就是说 人口的支持房地产的这个价格 是决定于demand跟supply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价格是决定于demand跟supply 那如果人口在减少中 supply其实一直在增加 每一年都在增加 竟然呢 它不会减少 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builder 在开新房子嘛 所以一定有新房子的供应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supply增加 没有变得催涉的这个情况之下 demand 是取决于人口的多跟少 如果人口成长 里面就增加 如果人口减少 里面的就减少 那个 那这个什么例子呢 我们可以看日本的这个例子 日本的房价 整体积累积累很长时间 都没什么波动 就是因为他人口不断在减少 这种 所以导致了就是说 他的房屋市场相对来讲 比较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 我这样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对还是错 因为我不说这种房地产 这个专家 但整体来看呢 就是说大体在一个 人口在老化的这个社会之中 人口在减少这个社会之中 通常房价是下跌为主 这就是因为希求 那中国很多地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东北的这个地方 人口在减少中 所以中国的房价是在 要么很难涨 要么就是不容易涨 要么就是相对全国来讲 涨是很低 日本没有矽谷 东北更没有矽谷 所以矽谷的地理环境 人口结构是不一样的 是 我了解 但是人口还是在减少之中 一出的人口 都要超过一进来的这个人口 那从整体来看呢 就是说 老人一出年轻人一进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 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 那斯里根维里这一代来讲 还是 如果 一出续老人移的多 他们老人也要卖房子啊 这个或者租房子啊 所以房屋的工艺 应该是还在那里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 是说 造成我们房屋市场的这个涨呢 人口虽然在减少之中 但是呢 一出续的是家庭 一进来的是个人 所以导致房屋的需求 不单只没有检查 还在增加中 所以说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 一个家庭 五个人的家庭 肯定住一个生活卖卖好 五个年轻人来这里 他需要五个房子 对不对 那倒是 所以你看看 这四个人来 房屋也会不会在涨呢 你讲五个人 五个人出去 四个人进来 那我们讲房屋市价格以后在涨 租金也在涨 现在我们看的事实就是这样子 是什么呢 是租金也在涨 房价也在涨 所以这些都代表这个市场是真正的一个需求 我这样讲 这个数据大概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 不是只是我们再讲这个 所以我讲人口的这种变化 一个城市的 我们在转型中的城市 在我们这节目以前 我们很久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 这是城市在转型中 转型中的时候 我们终于看到这种现象 就是代表产业在转移 产业在改变 一些部分的传统的产业 它移出细了这个时候 或者一些 有些人他的工作 工作可能不适合这里发展的时候 那他可能移走 那更适合这里发展的人会进来 因为这些产业之中 产业导致的房地产 这么成本都高涨 那变得有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职业 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更适合这里发展的职业的人进来了 他们薪水更高 他可以付出更高的这个 去租房的这个产本 也可以付出更高的这个价格去买房子 所以这一批人 导致这个城市的这种变化 甚至的人口组合在变化 导致这个是我们的价格这个上涨 那问题是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这个催事 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这才是我们觉得这个这个关键 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买房子很难买得到 那现在来讲还有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在挣扎 我们现在买到 我也其实有客人觉得 就是房地产可能会冷卸下来 但冷卸下来 我要不要应不应该这时候趁机进场呢 还在等多一段时间 等它再冷得更多 跌得更多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跌的话 再进场呢 这个就是一个 但问题是 我们看美的东西 我们永远是不知道的 对 假设你现在需要 那你就赶紧进场吧 有刚进需要的人 有刚进需要的人 要赶紧下手 赶紧下手 不然呢 你回去的话 等力气跌下来的时候 你再下手又来不及了 又是很多人在抢 因为我们美国的这个产业 一搁起 尤其是我们硅谷在 大家都知道 硅谷的这个竞争力 科技业的这个竞争力 我客人认为是这样子 只要科技的这个 科技股的这个竞争力 我们讲一下 因为科技行业 在全球的竞争力 没有衰退 所以这里的房价就非常难下跌 嗯 假设说 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 受到其他的国家的 严重的挑战 像中国啊 或者西洋 那未来会导致是什么呢 这里的科技的这个 产业的利润会减少 利润减少 或者是它成长力减低 那导致企业 那个企业 企业的积极性 会减少 或者是说利润减低的这个时候呢 企业的价值会低 导致股票的这个 这个分头也会减少 那导致我们的财富 会缩 那这个这个价格 肯定不接的 那这个政绩 在于是否美国的科技产业 会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在过去的20年 我没有看到嘛 那房地产的结论 已经初步的出来了 那GDP最近一期的呢 是造成了负的成长 如果连续两次 那就是真正的经济衰退了 那么Kendra 您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看法如何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比较忽略的一点 就是在我们房贷这个市场来讲 其实我个人来讲 还是比较清楚啊 我们现在房价利息 或大幅上涨 其实它影响变速度真的很大 大多数美国人呢 在过去 呃 属于你现在没有买 你现在才经常买房子的人 那你是suffer这个pink 对不对 也付出高房价高利息 我真的一点没讲错 你也是刚刚出来买房子 你是真的高房价高利息 你的负担会很吃力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占了人口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嗯 就是现在买房子 你知道明年吧 OK 在利息真正下跌之前 这一段时间占了美国的总的inventory 总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tiny的 很小 真的不知道 非常非常的少 大多数 但是这些99.5%的人 在过去就显得他赚到了 为什么赚到了 这些人要么是卖掉房子 要么是refinance 他们的这个房子 他们房子 房间要么涨了很多 要么或者绝大多数 应该都是refinance 我想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利息又低 或者买房子的人 那时候也赚到更低的利息 就前一段时间 我们比较多久 就是今天呢 前几个月前 我妈那时候还下到2.375%的利息 很多的交不容 那些人 在这之前的人 也不算通过refinance 做了2.2%的利息 那些人赚到了 为什么呢 这个代表美国80%以上的 我们应该是讲 owner的这个80%以上的owner 在过去这两个人 要么是refinance 要么是通过 通过买房子 得到更好的利息 对不对 所以这一批人 他们债务 跟房贷有关的 这个债务 大幅度减少 所以这一批人 他们是有钱去消费的 这是我认为 大家忽略的这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比较相信 在过去这几年 很多全世界其他的investors 借钱给美国人 这么低利息借出来 2.2%借给美国人 那些人 投资者 他们亏了 他们得到手的是2.2%多的这个利息 通过膨胀下8%盘的血 那他们是亏了 他们当他全盈借出去 给了你了 所以这些的人 他是同命的 他会亏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是说 在美国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在每一次的这种危机 中美国没有亏过 就是因为 长富移民 就是说 不断通过refinance 不断通过 将全财富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家庭 这个时候 大家继续有群体消费了 有些所以我认为我对经济来讲 看的是比较乐观 我认为这个 我认同联储局的这种讲法 乐观的这种讲法是什么 不用担心 市场是否会衰退的问题 但联储局没有讲是房贷的原因 我认为是房贷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房贷占了美国总值是1% 甚至40%以上 这批的这个钱在国际上少了这么多 这些这个钱存下来就会打出来花 这是因为美国人的天性 他就会花这个钱 这个所以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只要钱大家很乐意去花 大家市场有这个信心去花的时候 美国经济就不会真的进入这个衰退 所以等于说 我比较亲爱的认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经济不会衰退 那我认为房价 就真的可能会调整 但是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这个adjustment 这个就是我比较亲爱的认为 这个讲得很好 那您对于现在的利息比较高 其实美国过去也不是没有像现在这种贷款的利息的时候 那您觉得 在众多的program里面 还有哪一些在purchase方面是值得您告诉听众朋友的 只有一个program OK 只有一个program 因为我不认为现在做30点是一个smart choice 因为呢按照今天的这个通过膨胀 这不是sustainable 一定会停落的 只要那个通过膨胀一旦回落了这个之后呢 我认为利息一定会回落的 所以既然是认为利息将来一定会回落 那没有必要做一个30点固定 所以我们有一个5年最好的选择 5年 所以今天来讲 最好的利息是 不好意思 昨天我还过了一个是3.875的利息 今天是4.5的 4.5的利息 所以很抱歉 就是在今天这两天涨得实在太大了 所以最好的利息是4.5 你先买的这个 我认为将来 假设是买房子做一个4.5 那到时候需要的话呢 我们就重新refinance 这个是conforming还是jumbo 这是jumbo 哦jumbo OK 4.5 那基本上去觉得不大 这个利息 这个方便也好 refinance也好 都是一样的这个利息 所以我认为 今天这个利息 在市场上来讲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好的 要联络Kendra 请致电408-218-9760 408-218-9760 或者是Kendra008 at yahoo.com 非常谢谢您 Kendra 祝您晚安 拜拜 谢谢各位 拜拜 Hans Theatre正式举办 中文化投资 Hans Theat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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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由info at gmcclong.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加盟 细古华人电台 CMCC万动贷款自身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推荐各种江波隆 买房贷款方案 查收入10%首付 贷款额可达200万 1至4单位投资乌买房贷款 首付最低25% 额度可达500万 自雇人士使用银行入账和1099表作为收入 不看税表 高资产客户使用资产贷款 无需雇主和收入资讯 投资房买房贷款 不看任何收入资讯 紧致电降码408-858-3198 408-858-3198 月月免费咨询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现在我们这个单元呢 请到的嘉宾 他是在5月15号 虎虎生威化投资 担刚其中一个课程的李小薇律师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请到李小薇律师 来上我们的节目 告诉大家 他讲的主题的重要性 以及跟各位投资朋友的影响 各位居民的影响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李小薇律师 小薇律师您好 您好周乐大家好 我看到这个主题 您在礼拜天 5月15号担刚的 是叫做 后疫情时代遗产 以及遗产税规划指南 是不是一般的人 在心里面还在想说 遗产和遗产规划的指南 这是属于高资产 有钱的有很大的产业的人 值得要做的 那在您的职业生涯中 自己也身为人妻 身为人母 就觉得遗产和遗产规划 到底是属于哪个阶层的 真的是这么高资产的人 才值得做吗 首先高资产净值的人士 肯定是需要规划的 因为涉及到遗产税的问题 我们知道今年的遗产税的免税额 是1200万 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有遗产税的问题 您的资产是超过这个额度的话 那您肯定是需要去做 遗产税方面的规划的 而且这个遗产税的额度呢 还会减少 减少 真不是好消息 是的 在2026年的时候 会降低到600万每个人 所以实际上 你如果有600万以上的资产的话 你就需要去考虑遗产税的规划的问题 但是回到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其实 尤其是在我们加州生活的人士 您都是需要去做遗产规划的 因为除了遗产税的考虑之外呢 您还需要考虑的是一个 叫遗产印证程序的法庭程序 如果您没有信托的话 您的资产 在您失去意识行为能力的时候 在您过世的时候 都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庭的程序 才能给到您的组成员 所以通过简单的一个送托规划 实际上就可以规避遗产印证程序 以及呢 不需要去支付昂贵的遗产印证的费用 嗯 原来如此 所以这个遗产税的额度 也在2020年要被拦腰斩半 从1200万变成600万 那很多人都说 哇受到影响呢 趁此就要再1200万的树木字 从现在2022一直 还有三年四年的时间 赶快把它规划好 才不至于 钱又交给Uncle Sam了 自己的Uncle都没给 还要给Uncle Sam Living Trust的这件事情 它到底管得多宽多严密 还有哪一些的漏洞 需要做什么事情才补证 那么在这个内容方面呢 也因为最近湾区的渣男事件 让太多的人士 通通纷纷 尤其是以女性来讲 非常的关心自己的福利 因为这个年纪正在赚钱的时候 孩子们呢也小 好的男人很多 但是有的男人也蛮害怕的 就是说这个相互的关系 配偶到底会拿到自己的什么 自己能为自己心爱的人 保护到什么部分 那还有自己的父母 是不是可以分自己的资产呢 法定赋予我们的权利 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要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在家中 我们实际上有一个法律 叫做Community Property 那知道的朋友可能很多 那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呢 就是叫夫妻共同财产制 所以实际上呢 在你婚姻期间 尤其是你通过劳动所得的资产 比如说公司 实际上是夫妻两个人的共同资产 那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在你的新托当中 不做任何的安排的话 你的配偶在你去世的时候 实际上会拿到你们所有的 Community Property的全部 所以实际上不管是小孩还是父母 如果你不做一个特别的安排的话呢 Community Property这个部分 实际上他们是拿不到任何的部分的 但是如果你做相应的一些安排呢 首先你是可以给配偶去做一定的限制的 那据于做什么样的限制呢 我们在5月15号那天 可以具体的再跟大家讲一些方法 那父母呢 更是如果说你在你的这个财产安排当中 没有给他们去做任何安排 如果你有配偶有小孩的话 实际上父母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 拿不到 是的 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他们年纪比较大 你希望给他一定的财产安排 在他们以后的老年的生活的话 实际上你要去做另外的安排 好 李律师 那么真正可以把资产放到信托中的东西呢 就是Community Property是否可以 那其他比如说 已经有Pre-Nactual Agreement 又有人说 在婚姻中间 我们也要Review 也要做婚姻中的一些改变 可是又怕伤了夫妻的感情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爱情很难讲啊 你的都是我的 我的都是我的 如果说你这样子单方向 人家会影响到爱情感情的话 也是有所忌讳的 这个又要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呢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呢 其实大家对信托 这样对派友的限制呢 实际上普遍都是一个接受的态度的 因为首先这个限制实际上是Neutral的 就是对我限制呢 对你也有同样的一些限制 当然限制是双方呢 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 作为婚前协议Prenup这样的协议来说呢 可能从传统的华人的理念来讲 大家可能还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抵触 但是近年来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尤其是在稍晚一点进入婚姻的 或者以前有一段婚姻这样的情况下呢 实际上Prenup呢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呢实际上信托里面 对于派友的这种限制呢 我觉得和Prenup实际上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就是我的一半的财产 我有完全的处置的权利 其实我们也可以给派友一定的权利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出租房 那派友还是说可以去继续的collect这个grant 那比如说我们的资助房 那派友实际上在我去世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继续的住在这个资助房里面 并不代表说在我去世的时候 我这一半的资产 派友就完全失去了控制的能力 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更make sense的 给派友这些福利 只是说如果在派友 在处置一些资产的时候 我们需要他去遵守一定的守则和规则 那这一半的资产呢属于我的这一半的 因为本身婚姻根据加州community property 法律的话有一半的资产也是我的 那我去保护我这自己的一半的资产 那给我的小孩 那实际上呢也是非常make sense的 大部分其实是可以去接受这个概念的 对这个又要考虑到不同民族的民情 还有文化等等问题 在信托的文件里面 对配偶能够做到哪一些限制 这些限制就是不愿意看到它发生的 或者是这些限制全面合理 到底执行起来有效吗 比如说信托都是一个不在世的人了 那么这个东西就交给那个在世的人 到底自己身后控制权合理性和有效性 到底能够彻底执行到多少percent啊 可不可以这样问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客户在找律师来帮他去制作这个文件的时候 一定要找专业的遗产清除分化律师来帮他做 因为当你人不在了人去世的时候 只有你的文件能够代表你去说话 那这个时候你的文件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我们很多人做文件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还在世 所以如果说你找到不是非常专业的律师的话 很多的问题并不会马上的浮出水面 这跟我们有一些领域其实是不太一样 但是实际上律师在这方面是否有经验 律师他是否knowledgeable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您人不在的时候 你的文件就是你的全部 如何来执行您的意愿 实际上就是要听过律师给您写的这个文件 那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在里面就是有经验的律师也会给您推荐一些好的遥款的设置 这个呢我们在5月15号那天也可以具体的去跟大家讲 好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引入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independent trustee的概念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那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具体展开来跟大家讲了 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些基本的knowledge 所谓信托还有在后疫情时代大家心里面所关心的问题 到了5月15号李小微律师会跟大家讲的更详细的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儿女的这些父母 怎么样能够使用信托这个非常powerful的工具 可以保护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又不需要或者是不用担心惯坏他们 惯坏我觉得这个动词还是蛮狭义的 事实上就是怕他们离婚被拿走或者是花掉了或者是败掉了 这些事情绝对不能够相信我们可以control from the grave 那这些在活着的时候也不要被子女拿着 而父母亲就变得很没有尊严了 这样子的隐忧有办法解决的吗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的一个心托规划 实际上会实现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小孩在未成年的时候 就为我们父母来讲 我们是希望可以给小孩提供一个保障 那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的资产能够为小孩所用 比如说他们一般的教育啊医疗啊这方面的支出 都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的生活所需 那第二方面呢当然就是说我接触的尤其是有一些 家里有不少资产的家庭 那实际上呢是希望说我的资产可以 不要变成小孩的一个负担一个burden 而是要给他提供一些正面的一些motivation 让他努力的去学习和工作 那同时呢父母留给他的这些财富呢 实际上是对他的一个激励和鼓励 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给他 那我觉得呢在信托当中也可以好的一个信托plan 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另外呢您也提到了这个也是一个信托可以实现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说我的小孩他遭遇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婚姻上如果出现任何问题 或者说那小孩呢他经历不同的阶段 可能在某个阶段他有一些比如说depression 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去manage自己的financial affairs 或者说他有债权人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那信托里面的资产呢实际上可以被保护到 而不需要呢就是用来支付这些债益 还是可以control的哈 好那就说到保护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在5月15号 虎虎生威化投资的一天的 在commission center所举办的会谈里面呢 我们请到李小薇律师讲到的主题是 后疫情时代遗产以及遗产税的规划指南 在5月15号李小薇律师将会讲解的更为清楚 朋友们李小薇律师呢 他也会在我们的lobby area有一个booth 所以在break的时间或者在中午吃饭的时间呢 都可以来询问或者是make appointment 他一定会解答您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做休息两分钟 回来以后继续探讨在那天将要讲到的重要主题 好大家休息一下两分钟以后回来 KTSF26台皆娱乐曼谈周乐联合主办 北加州最盛大的财经座谈会 2022KTSF财经嘉年华虎虎生威化投资 5月15号星期天于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盛大举行邀请多位重量级各行业态斗 权威解读关系你我的财经话题 5月15号星期天免费入场 查询及报名6509682000分机103 或上网ktsf.com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上海一号推出银五月商业午餐 荤素均衡真材实料 营养美味包君满意 理财专家赵世文妥善安排杠杆原理 是您退休生活的最佳保障 GMCC万通贷款 James Dean 西分行经理April Wang 分享自住房投资房大额贷款的各种方案 5月7号8号晚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GMCC万通贷款 西股最具规模的华人Dirk Lander 业务覆盖加州 德州 佛罗里达 杨利桑那 全美22个州 冠金大小额贷款是500万 inhouse直接审核放款 更多资讯请浏览gmcc loan.com 张丽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私生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自身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玩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 让我们继续欢迎李小微律师 小微律师 我接着来谈 在5月15号另外一个讲解的重点 美国的继承是不是对于赡养父母这个条款啊 我应该说是信托中的赡养父母的条款 在法律上来讲 除非你特别制定 否则这个水没有逆流 就是自己的钱不能给父母花呀 是的 一般来讲呢 在加州我们的遗产继承的法律里面呢 是没有赡养父母的条款的 这个呢和我们传统华人社会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因为呢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呢 不仅子女对父母呢 有赡养的义务 其实有的时候包括就是在继承的方面 他也会考虑如果说婴老子 对自己的婴父母 如果说有进到赡养的义务的时候 其实在遗产分割的时候 也会有特别的一些考量 但是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呢 实际上没有这方面的 expectation 只有是说对小孩就是父母 那是有绝对的抚养义务在18岁之前 但是对父母呢 实际上是没有赡养的义务的 那如果说做了一个living trust 或者是在公司买个人寿保险 如果我特别的specify 我就是要留给我父母钱 可以这么做到吗 这个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就是说比如说人寿保险这个情况 那你买人寿保险的资金 到底是你的个人的资产 还是夫妻两个人的共同的资产 如果你是用婚后的夫妻两个人 共同的资金来去买一份人寿保险 然后你的受益人指定的是父母的话呢 以前有这样的案例 可能你去购买这个资金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serviting spouse 从活在世的配偶是有一定的claim的权利的 这个呢 如果大家有具体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具体的去跟大家讨论 我只是把这个有可能会引起的这样的一个issue 在这里点到为止 有人说我有写遗嘱 那也有living trust 到底哪一个是super seed的哪一个呢 其实我们当代呢做遗产规划 做state planning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主要的文件都是revocable living trust 都是信托 可以修改的 对的 但是呢 我们都会附上一个文件 叫做poor over well 就是都会附上一个遗嘱 那它遗嘱的主要的目的呢 实际上是跟法院去讲说 如果说我的资产我没有放到信托里面 我忘记放到信托里面的话 我的意愿是要把我的资产放到信托里 那你实际上主要的资产的划分 都是通过信托来实现的 那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只有遗嘱没有信托的话 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你实际上还是要经过法庭的遗产认证程序 proved 你的资产才可以给你的继承人 只有遗嘱是不可以避免法庭的proved 遗产认证程序的 好的好的 我们住在美国 那大部分听我们电台的节目 都是第一代移民 如果呢 那这个美国的继承 我们要了解它这个法律的方面的内容 是不是继承人 他的身份 有任何的法律的规定 是什么样的人才被categorize 或者是definition 说他是他的heir 他是他的继承人 首先身份是这样子 就是分几层 首先就是说 从关系的角度 relationship这个角度 我觉得室队各地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般是以blood relationship为准 血亲 对血亲关系 如果是子女和配偶一般是第一个categor 然后是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这样子 尤其就是刚才周乐有提到过说 之前有一个沸腾洋洋的一个案例 这里面大家其实探讨很多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继承人 或者被继承人 他们是外国人的身份 包括没有美国制卡的这样的一些身份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继承美国的财产呢 你这个呢 那实际上就是说美国的遗产继承的法律 实际上并没有规定说 你如果是外国人 你就不可以继承在美国的资产 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正常这个思维的话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保护个人财产的一个国家 你的财产你有自由可以给任何人 很多欧洲国家其实是有一些年格的规定的 你如果要disinherit你的配偶或者是小孩 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但是在美国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 你的资产就是你的 你可以给任何人 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个community property的限制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但是作为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可以是任何的身份 可以是美国的身份 也可以是非美国的身份 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单纯能从继承的角度来说 好 如果说有一个男的他有非婚生子 他也在自己的living trust里面有写 比如说几分之几是要给这个非婚生子女的 这样这些非婚生子女会被treat as合法的遗产继承人吗 首先你就写在里面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写在里面哪怕跟你没有blood relationship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 包括慈善机构啊 我们经常做有一些比如说Saint Drew的 甚至有radio station啊这样的 这个都是完全ok的 你可以指定任何人 另外呢就是讲到法律里面实际上也很明确 在加州实际上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都是有同样的继承的权利的 继承不会以婚姻被标准 而是以你们的blood relationship为标准 嗯 好 如果说她真的是有blood relation的这种子女 但是她的名字并没有在living trust里面 那么她是不是有合法的权利来争取自己的继承权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 这个我们也经常会遇到 就是unfortunately很多情况下亲子关系 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亲子关系 有的时候呢父母就是想 即是inherity的特定的孩子 或者说所有的小孩 这个情况呢是时有发生的 真的呀 这个问题其实要引出的一个原因就是 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你的文件要制定的非常好 如果说你单纯的只是ignore 完全不提出这个问题 就并没有recognize这个孩子和你的relationship 我是觉得说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你想要做好这个文件的话 实际上你是需要在文件里面特别去提出说 你要mention说你们的这样的一个relationship 然后你要特别的提出要inherity这个特定的小孩 只要你这样做的话 像我们律师其实可以去作为你的这个行为能力的见证人 如果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很好的设置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在现实当中的话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客户做的文件并不是很严密 就是没有达到我刚才讲的这些方式或者方法 那确实会造成有一些relation 然后有一些relationcall 哎好明白了 所以找到专业的律师来为自己设计一个量身定做的living trust 是多么的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在5月15号将要提到的 我相信也有朋友会问李小薇律师说 网站上有这么多的信托的模板 这个甜甜就好了嘛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律师呢 会不会碰到这种人 碰到这种问题 其实偶尔会有客户会问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呢做信托 我们的很多客户 其实他们要找的实际上是可以听听他们的律师 可以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plan的律师 然后需要的是有经验的律师 给他们指引以自己的经验和knowledge 给他们制定符合他们自己要求的以及家庭情况的遗产信托规划 我觉得呢这个并不可以是一概而论的 我们直接就可以像买下素的一样去 每个人都可以填一个模板就可以完成的 那周乐提到的发生了特别洋洋的这个关系的事件实际上 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每个家庭有不同的情况 你要做符合你们情况的遗产信托规划 那你就需要有knowledge有经验的律师来给你指引 肯定的肯定的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 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重点 那其实已经没有时间回答 但是我要告诉听众朋友的 就是关于是不是可以在遗产规划的文件中间 规定安葬的方式 还有安葬的费用应该从什么地方出 这是一个主题 那另外呢就是 哎呀我有信托规划呀 只是太多年都没有再去revisit 那在这个中间呢财产又买又卖等等 或者是又买了珠宝啦钻石啦 或者是名画等等 那以前做的living trust 是不是还适合现在的情况 到底要多久 要去审试一下这个藏宝图 就是关于法律的改变啦等等 还有适不适合现在和未来自己家庭的一些增大 或者是变小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 李小薇律师也担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的 5月15号的虎虎深微化投资650-968-2000分机103 非常感谢小薇律师 谢谢您晚安 好谢谢大家 谢谢周末 晚安 听众朋友明天七点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Hill 明天七点儿 字幕志愿者 李小薇同志 都 bias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